第三第三题下列哪一个图可能为光束照射到菜刀光滑面的行径路线 菜刀是不透明物体 照射到这个光滑面的时候会产生反射的现象 反射要遵守反射定律 第一点叫做入射线反射线跟法线在同一平面 入射线反射线在法线两侧 重点是第二句入射角会等于反射角 我们可以看到ABC株四个图里面 只有A这个图会遵守会符合所谓的反射定律 所以第三第三题问我们说 下列哪个图可能为光束照射到菜刀光滑面的行径路线 我们答案选的是A